大家好,欢迎来到焦魔力美食 买回来的葡萄干不要直接吃了 今天教你一个养生的新吃法 不蒸不煮做法非常的简单 而且特别的好吃 葡萄干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种食材 一般我们平时都是直接食用 或者是在做点心的时候加上一丢丢 也会在煮粥的时候放上一些 口感酸酸甜甜的特别的好吃 所以也深受广大朋友的喜欢 也算得上是一种老少节仪的食品 价格也非常的亲民 葡萄干的品种有很多 所以它呈现出来的颜色也有所不同 个头的大小也有所差异 而且口感也稍微有所不同 所以我们在购买葡萄干的时候 选择自己喜欢的品种就可以了 再准备适量的葡萄干倒入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我这里准备了250克 接着再往里面加入一勺小苏打和一勺食用盐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再用手把葡萄干抓洗一下 使食盐和小苏打充分地溶解在水里面 小苏打能有效地去除农药残留 而食盐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 所以我们用小苏打和食盐清洗葡萄干的时候 可以有效快速地把表面的农药残留和一些脏东西清洗干净 我们可以看到葡萄干上面有很多的褶皱 这些褶皱里面非常的容易藏一些脏东西 不容易清洗 先让它在盐水中浸泡5分钟 5分钟之后我们再用手给它轻轻地抓洗一下 抓洗一会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的水已经变得非常的脏了 而且上面还有很多的漂浮物 再把这个脏水倒掉 脏水倒掉之后再往里面加入一丢丢的清水 能看见葡萄干里面有水就行 接着再往里面加入一大勺淀粉或者是面粉 没有的话加入糯米粉也行 然后下手像这样不停地给它抓一会儿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葡萄干表面有很多的褶皱 就算刚才用水泡过5分钟之后里面还是很脏 脏东西依然没有被完全的泡出来 所以加入面粉具有很强的吸附能力 像这样在我们抓洗的过程中 就能很轻松地把葡萄干褶皱里面的脏东西给吸附出来 像这样给它抓洗两分钟左右 两分钟之后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个水已经变得非常的脏了 我们再把葡萄干用流动的清水把它冲洗干净 边冲边用手抓把葡萄干表面的面粉冲洗干净 反复地给它多冲洗几遍 直到把葡萄干里面的水变得清澈为止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样的葡萄干就已经完全的被清洗干净了 现在的葡萄干上面没有任何的杂质和灰尘了 而且洗葡萄干的水已经非常的清澈透明了 所以大家平时在洗葡萄干的时候 不要只用盐和小苏打洗了 一定要加入一些面粉 这样才能把葡萄干彻底的洗干净 再把洗干净的葡萄干倒入漏勺中控干水分 再把它倒在钉板上 用手将它平铺均匀 然后再用干净的抹布或者是厨房纸 把它表面的水分擦干 擦好后再用手将它平铺均匀 把它放在通风处或者是有阳光的地方 把表面的水分晾干 接着我们再准备一个可以密封好的玻璃罐子 把它放入盆中 倒入200度的开水 给它消消毒消过毒的玻璃罐子 葡萄干的存放时间也会更久一些 让它泡上10分钟 10分钟之后我们再用筷子给它翻动一下 使它里里外外多消一下毒 这样的话能清洗得更干净一些 我们再用筷子把它夹出来 倒扣在钉板上控干水分 控干水分之后我们再把晾干的葡萄干放进来 再用手给它抖几下抖得均匀一些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瓶白醋 白醋我们要选择这种晾造白醋 再把白醋倒进葡萄干里面 白醋的量没过葡萄干一截手指高就行了 再把盖子拧紧 泡上两天就可以吃了 在泡制的过程中葡萄干会慢慢的吸收白醋 会膨胀起来 制作视频不易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泡好之后我们只需要用勺子 每一次取上这么一小勺食用就可以了 吃起来的口感酸酸甜甜的 非常的好吃 不会太甜也不会太酸 喜欢吃醋泡葡萄干的朋友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转发哦 谢谢您 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 好吃一做的家常菜 就要萌莉天天分享